为了让三重的独居长者感受年节气氛 新北市三重先令墙与林玉琦先生 纪念基金会连续五年携手 由三重区公所辞会志工 陪伴独居长者出游及围炉 今年更将围炉地点移至新开幕的板桥凯撒大饭店 独居长者首度到五星级饭店用餐 只说好幸福 5号这一天虽然遇上十年来最强寒流 但独居长者却相当期待 三重区公所一大早就出动多步游览车 以及近百名志工陪伴独居长者出游以及围炉 今年更将围炉地点移至新开幕的板桥凯撒大饭店 副长会友也到场为长辈献上祝福 今天你看到大家欢迎我 我们也要很感谢大家 让一些人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我们第一要感谢的 对我们临下汉见 我们的当事长 我们的孩子用这么好的饭店 早期在台北市 新北市就要跑去台北市的凯撒饭店吃饭 也是最好的 今天又在我们新北市 刚才六十五到三个月 最好的饭店凯撒饭店 来吃这么好的料理 后宜表示三重独居长者 可以说是最幸福的 从未独居长者送餐 一年365天风雨无助 继任的区长和现任的区长 也都持续送餐服务 前后长达16年 每年更会带独居长者出油和围炉 也感谢基金会多年来的赞助和 隔制同学的爱心 让社会充满文心 在外面实在是很冷 很冷 我说这样好了 在外面是很冷 我们又进来里面很温暖 今天我们在房间凯撒 古板长者 连统睡眸的围炉 今天这个围炉在这里会比较好 不管你在何方 不管你碰到什么困境 我们都要到重央 我希望每年 都有这个机会 可以多多和大家做一整 吃一整饭做年纪一百年 让我们的未来 充满着怀疑的心情 健康的心态 所以 我再在这里再说一遍 我希望今年是好的开始 尤其今年是九年 不需要往来扶来 最重要最重要 人们都要平安无事 何伟瑜除了到场为长辈 献上祝福并自证 往来扶来春联盒办首例以外 私立各自高级中学学生 也在校长的带领下 用自己的零用钱 汇集成春节红包 一一自证给长辈 希望他们可以过个好年 就分享视频长报道